我们看到来台的路客呢 一下子人数增加了这么多 也要来看看到底台湾的观光业准备好了没 备放鸽子的事情呢 那么到底是不是租不到旅游的这个游览车 是数量不够吗 还是这个功过于求 我们看到呢 这个游览车的同意就说了 实在是因为呢 很多旅行社他们要抢路客的生意 车资压的实在是太低了 对他们来讲呢 那么他们所要求的这种流血价 要付这个吃鸡的费用 还有呢 邮费根本不够 所以他们宁愿不出车 笑着对镜头挥手 因为终于来到台湾完了 大陆油台热越烧越烈 却烧出了台湾旅游的问题 现在每天来台路客高达三四千人 移民署打算调高路客路台的上限 到每天七千两百人 如果美团在台湾待七天 台湾最多一天将超过了五万路客 也就是每天需要两万五千多个房间 一千六百八十台的游览车 但台湾的旅馆总数的房间 只有一万两千个 明显不足 不过游览车倒是很充足 台湾游览车车铃 七年以下有五千七百台 这次路客被放鸽子 并不是游览车不足 而是旅行社大砍了交通费用 如果五千五给游览车公司来用的话 连游览车人连会用都不够 不要说连韩小会 那目前上因为大户客来多了 车支有提高 提高到七千七千五 还是不够公司的支出 高雄市游览车工会监视就说 在旅行社打压下 只有五千五百到六千元的交通费 连游览和司机小费都不够 至少得要缴付一万元才愿意出车 随着五一廉价要到了 大陆团势必急剧暴增 调度游览车如果再出错 肯定会影响到台湾旅游业的声誉 中天新闻 翁崇文 刘一清 蒋新梅 台北高雄 综合报道